這個小潔不是一清歌喔 我就懷疑你講的是我小孩 他女的瞬間爆炸 他說他是會甩門 我自己想要說我可以邀請他一起寫功課 白癡爸爸 我是周平治 我是賴正凱 我是二寶寶 我們有一個問題喔 現在我的小孩還沒遇到 但有可能未來會遇到 現在3C非常的盛行 沒人人手一機 有些小孩子一拿到手機是機不離身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請教的是 心理師林翠芬 林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15年諮商經驗的 心理師林翠芬 最近跟局勢帶一起合作 推出翻轉黑洞關係 怎麼樣來應對小孩子的苦惱呢 這個課程有告訴大家喔 他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朋友 我就畫名叫小潔好了 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有一個女兒 然後國中了 然後現在呢就是 每天手上就是拿著手機 結果連我們大家聚餐的時候呢 他也會帶他女兒來 真的從一開始煮火鍋 到大家後來在玩這個 玩牌的時候 他女兒永遠都是拿著手機 在旁邊一直玩遊戲 玩那個傳說對決還是什麼 對玩玩玩 玩到他之後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狀況已經是 嚴重到他 不知道怎麼跟他女兒溝通了 他跟他女兒說 什麼iPhone出了第幾啊 我買給你 但你一天只能玩一小時 他女兒就說好 然後買了之後呢 根本沒有敢 繼續玩 然後玩到有時候他媽媽受不了 那個小潔受不了了 就把他女兒的手機拿來沒收 他女兒瞬間爆炸 他說他是會甩門 對 然後會大罵甚至崩潰哭 我就說 你 因為我看過他大女兒嗎 他大女兒 我從以前小時候看到他現在國中 我就說你女兒反應有這麼大 他說對 他說會瞬間變了 我就有點嚇到 我說天啊 因為他看起來很文靜 那我就說那他玩遊戲 是不是因為 他如果不玩 他就沒辦法跟他朋友沒有話題聊 所以他必須一直玩 那他會不會這樣子 他的朋友都是一些比較不念書的朋友 欸 妙的是 他的朋友是全班前五年的 別人跟他一起玩 那別人都是全班前五年 那他跟著一起玩 但他就是不念書 但那個小潔就說 那你要玩遊戲跟人家一樣啊 只要一講到這個他女兒再崩潰 就說我就不會念書啊 你去找一個會念書的小孩啊 他媽聽到這個就是炸掉 就我朋友就炸掉這樣 所以他們從這個母女間 就因為這手機的事情 吵到完全無解 但有一個狀況是說 他有時候會安慰自己說 他女兒玩遊戲玩的好像還蠻厲害的 厲害到有同學會給他錢帶打 幫忙練功 二來呢 這個小潔的老公啊 就是這個女兒的爸爸呢 就說 現在的小孩真的你沒辦法控制他 只要他不帶麻煩回來就好了 至少他的女兒 不會說出去 想說好他跟朋友出去吃飯 他說八點回來他就八點回來 他下課呢也不去逗留就回家 他其實是相當乖的 然後回來呢在家裡也都聽話 就是手機永遠移不排 一直玩一直玩 他就說他每一次只要跟他女兒講到手機 就會完全產生惡物戰爭 聽了完你的故事之後呢 我倒是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一下 雖然不是你的小孩 但是你可以聽一下 看看有沒有這些狀況 幫你的朋友回答一下 第一個看一下這個小孩 他會不會很專注於打電玩 然後看動漫 然後在離線之後 離線後哦 仍然持續想著剛剛打動漫 打電玩的過程 等一下 我那個小潔不是易青哥哦 我就懷疑你講的是我小孩 我不是我講的是我的朋友 小學同學到現在 我跟你講我的小孩就是這樣 女兒嗎 我一樣 兩個都是兩個 等一下 我再說下一個 我問你下一個 看你女兒有沒有 之後他會花很多時間打電玩 看動漫他才會得到滿足 譬如說他本來跟你說玩一小時就好 他現在越玩時間越長 那他有沒有曾經努力想要控制 或減少打電玩 但是沒有成功呢 永遠沒有成功目前 然後再來像你們爸爸媽媽 試圖減少他打電玩看動漫 可是他覺得心情沮喪 脾氣暴躁 然後非常非常的生氣 沒錯而且我們更心力交錯 然後另外一個他花在打電玩 比原先預期的時間還要長很多 長很多 那另外一個呢 他曾經像家人或者是老師 曾經隱瞞過他要打電玩這件事 有隱瞞過嗎 我覺得一定有 好那另外一個他為了打電玩看動漫 是為了逃避人際客業的一個挫折 所以如果沒有讓他玩 他會非常沮喪焦慮無助 然後會走來走去暴躁易怒 會想睡覺他乾脆就去睡覺了 有些小孩啦他打電玩是為了要 要克服人生的挫折感 那他逃到電玩的世界 這是一種小孩 這我好像有聽過 對 那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在裡面得到了高度高度的 成就感跟滿足感 那當然他成癮了 所以當如果你的小孩啊 已經有電玩成癮症了 你這時候要拿掉電玩 就是非常困難 因為他會一秒鐘變綠巨人浩克 因為他有戒斷症候群 所以你剛剛的問題是 要答對幾題才有 其實只要越多就代表這個小孩 程度越高 程度越高 就已經有電玩成癮症 不要叫他不要玩 而是跟邀請他多元化 生活多元化 也是我們幫助他戒掉 電玩的一個方法 譬如說邀他去看電影 但你邀請他的活動要有趣 他喜歡 他想去做才有可能 譬如說你去寫功課 我才不要 我真的想要說我可以邀請他一起寫功課嗎 白癡爸爸 你看 這個連我不是心理師 我都知道這個辦法不對 當然他就會說那個我不要 所以我們要先找出一些他有趣的活動 你把一樣的時間分散掉 對 不要讓他沉浸於 就只有你選擇電玩 對 另外一個齁 電玩成癮症的小孩 滿適合帶他們去運動的 如果他原來是有一個運動習慣的小孩 譬如說他喜歡滑滑板 然後他喜歡做打羽毛球 或者他這時候喜歡玩某一個就是運動 運動其實是借斷成癮症一個還滿好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呢 你跟他一起玩 你跟他一起玩之後呢 跟他討論 你好像玩那個電玩哪一個地方有趣 先增進彼此的關係 然後你跟他討論之後 他會覺得你好像沒有那麼樣反對他 他比較不會跟你站在對立面 那這時候你要邀請他去做別的事 就比較有可能啊 叫他一起去 我們去做運動 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比較有趣的 我們去參觀什麼展覽 或是我們去做一些青少年有興趣的 其實有很多新聞是 因為爸爸媽媽不給小孩玩電玩手機 他跑去跳樓耶 所以就變得說爸爸媽媽更不敢 你知道嗎 我不敢 因為我拿走你手機幾次 我發現你的反應怎麼嚇到我 我在拿你會不會就真的跳下去了 但是我也跟爸爸媽媽分享啦 就是如果你太專斷 然後就立刻把他的手機拿走 那會立刻把他的憤怒引爆到最高點 那我們其實並不是要他憤怒引爆到最高點 我們其實是希望他可以戒斷 少玩一點少玩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想一些漸進式的方法 來協助他 那另外一個我有時候會跟爸爸媽媽討論 就是說如果他非常喜歡玩電玩 爸爸媽媽可能也要去做一點功課 就是說可以讓他們沉迷 他們沉迷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探索一下他們沉迷的原因 那你才有可能去把他從他很沉迷的地方 然後稍微拉出來一點點 那還有就是我需要了解說 他是同學之間玩 還是只有他自己玩 還是他跟哪一種類型的人一起玩 那這個我覺得也需要去理解他了 在青少年這個階段呢 關係不好跟關係好 哪一個狀況 他們比較容易聽爸爸媽媽聽盡 爸爸媽媽跟他講的話 關係好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他關係好 你沒有理解他就行為糾正 那常常會把關係越弄越遠 那如果說像剛剛你說的 爸爸用一個很好 爸爸媽媽用一個很棒的手機 然後去跟他說 那當然他要因為他 先拿到這個 對啊 他當然覺得我先拿到這個手機 那答應你的事情 那我可能就悔諾了 那所以有些時候 你如果你要跟他講 你要答應我 要做到 那要怎麼樣你可以做到 那我才會給你這個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如果電玩沉迷 這就有點困難 因為你要他自我管理 自我承諾 那有時候他因為沉迷症的關係 所以他會可能會不聽爸爸 或是他不是不聽 是因為沉迷症 而且我覺得現在有個問題是 因為手機太方便了 變得說我們像有時候 你可以太常看到了 爸媽可能去咖啡廳 例如吃飯小孩不吃 或者是可能去診所 媽媽進去小孩子旁邊等 你真的沒辦法 小孩會吵啊 真的手機拿出來給他 他拿到就安靜了 對 或者是我們開車訓台南 小孩在後面 你真的一直鬧 到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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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手機他真的很安靜 那這個不要說你了 在坐車的時候 連我在諮商的時候 都會發現 你會發現爸爸媽媽 讓小孩安靜最好的方法 因為譬如說爸爸媽媽 要繼續跟老 就是跟心理師討論一下 然後小孩在外面無聊 然後說走了 怎麼樣那麼久 那爸爸媽媽一給他手機 立刻安靜下來 然後爸爸媽媽就可以 所以你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來讓小孩就是安靜 然後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做 那你就要想喔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後作用力喔 就是剛剛老師講到的 手機成癮症 對 會有手機成癮症 所以我們在跟孩子的時候 我們在前面的階段 在他最小的時候 不要讓他太快接觸 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讓小孩太快接觸 有些時候 他在很小的時候 其實就成癮了 不是長大 所以在很小的時候 而且他一旦習慣這種動的 因為電玩就是快速的轉動啊 畫面就非常快的 刺激很高 那一旦習慣了 他其實是刺激他的大腦的 某一些部位啊 他就沒有辦法靜下心來看 書這種平面的字 還會有另外一個 現在很常見的 我在診所很常遇到 就是 注意力缺損 因為他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因為這個東西導致 對 打電玩是會有 玩手機 這些聲光的刺激 是會讓他注意力缺損 紐約大學史騰商學院的副教授 歐特曾經做過一項研究 他說到 我們現在人用手機的成癮症 其實跟什麼很像 跟毒品很像 就是毒品吸食的那些人很像 你可能每隔幾分鐘 你就要看一下你的Live 看一下你的Facebook 看一下你的IG 是不是有人留言 是不是有人敲你 你要馬上回覆 你不回覆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好像隨時隨地 你都要一直看這樣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 小潔的女兒這樣子 我自己就是這樣子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必須時時的 馬上回覆一些Live的訊息 或者是我PO了一個文 在YT或者是Facebook上 我要馬上去留言回覆 才能拉高這個 回覆率 觸及率 等等的一些演算法 而研究到最後也發現 你在大量使用這些東西時 其實你會越來越不快樂 而在沒看到這份研究之前 我早就發現 我用這些東西用久了 我很不快樂 所以我其實已經有一套 屬於自己在遏制 戒掉這個使用手機的部分 兩個方法 給你們參考一下 第一個呢 是我在回家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甚至更長 是把手機放在 我的一個書櫃上面 是絕對不碰的 那個小時 我可能就去吃飯 洗澡 或者是洗碗筷 洗奶瓶 洗兒子的這個餐桌餐盤 幹嘛之類的 弄完一個多小時 再去碰手機 第二個是 我會去實時的看 手機有一個叫做 螢幕使用時間 你去看那個 就可以知道說 你在一天當中 像說 昨天怎麼用七個多小時 睡前的時候 手機影片看太久 或者是 最近不錯喔 我手機都壓在三四個小時以內 我沒有這麼依賴手機 這麼久的 用這樣的方式 是最好檢視自己的 這兩個方法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你們自己呢 使用手機大概多久呢 看一下你的手機使用時間 每週的平均時間 是超過五小時 你選A 還是你低於五小時 我們就選B 一起在底下留言聊天 討論一下 好啦我是脆肥子 我是賴正凱 我是二寶爸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來 準備 主播就地位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即時救援 有效抑制異味 哇 剛剛的異味都消失了 導播 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都可以有效 輔助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給我平台就可以買得到喔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ZTi010 會有優惠喔